报过假之后客户就不回复了 怎么办呢 今天呢我就教你这招 至少能够激活一半以上的客户 客户不回信息 最大的原因是 他已经拿到了他想要的东西 他不想被我们逼单骚扰 可能还处在犹豫纠结 和别人家比较的过程中间 我们可以分两个步骤 来重新激活一下这个客户 首先呢 你要给客户发一条信息 张总啊 上次给您报完假之后 一直联系不上您 估计您已经不考虑我们家了 如果您在其他地方已经订购呢 告诉我一声 我也不会再骚扰您了 后面就不再给您发信息了 不然我天天在这里吊着 不发信息呢 担心我的服务不到位 要发信息嘛 又担心骚扰你 所以说呢 本着有始有终 做好服务的原则 您千万回复我一下 我们两个就把这个事 做一个了断 客户如果说还在考虑阶段 他会回复你 哎呀最近比较忙呀 还没定下来呀 决定好了 会通知你这个消息 其实这个时候 就顺理成章的 进入到第二个步骤了 千万可不要傻傻的问 那我等你回复啊 哇你又会进入第二次大被动 你要化被动为主动 啊张总 那这样上一次的方案 回来之后呢 我们跟产品部门 又讨论了几次 重新优化了一下 而且追加了一些优惠 你看一下明天上午 或者说下午 我再用你十分钟的时间呢 给您做一个汇报 如果到时间呢 您觉得不行 直接告诉我就行了 如果说您觉得可以呢 我们就把细节给落实一下 您看 如果说客户让你去 是不是就多了一次 成交的机会